大家好,我現在是一個維京人Long House維子的博物館 冰島首都在公元八世紀七百多九十年左右 已經開始有維京人來住 話說有個年輕人才16歲,他搶船來到這裏 這裏附近有很多木材,也有放木 即是畜生放木的地方和開墾的地方 也都不獲得非常豐富,於是就定居在這個地方 在這裏發現了在海邊有一間當時維京人老興的長屋 Long House,我們現在去看看 這裏有個胡同的屏幕 說到這個Long House外面的景觀 你看到很多可以捉海獅,可以捉鯨魚,可以捉魚食 他們很著名用維京斧各方面 而這裏有很多石頭 反映當時有的現象 這裏就是Long House的位置 這裏就是劉江華,即是垃圾桶的地方 中間有一個Camp Fire 那邊就是開門 他說中間那些地方 只有一邊有一些木頭 做一些草籍或床的類 只有一邊有 另一邊就沒有 一間很長長的屋 相信這間屋的時間大約是公園十世幾左右 即是去到那個年輕人的四五世孫 那裏就開始有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看 他這裏就展示到給我們看 那家屋的位置 你看到那些牆是非常厚的 他用一些石、泥搭在一起 這裏就是草籍的位置 然後這裏就是 他有一些姿勢 然後中間有一些姿勢 然後就搭屋頂 再用一些草姿勢上去 這裏就是劉江華 然後呢 就會有一些畜生住在裡面 那些木頭 那些人就坐在這裏聚居 那這個庭幕挺有趣的 那你在上面動的時候 他就會互動 就會展示更多資料給你 那這裏說到 維京的歷史 怎樣結構 稍後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就是Long House的原貌 原來這裡以前對出已經是海邊 相信有個圍牆圍 然後裡面有四、五間Long House 被圍牆保護 這是圍牆的位置 他說怎樣能夠證明這些時間是十世紀 他說很簡單 他們除了用碳14之外 他說當建築物倒塌 那些泥土會慢慢沉積在地上 他們發現泥土的層面 是跟Greenland 九世紀、十世紀的時候 那個泥層 每一年的積聚 是相同的 因此 他們可以斷定到 大概 泥層的沉積 再跟Greenland的沉積相似 而年份大約是多少時候 他就計算 再加上碳14 就很準確知道大概是幾時 當然不會到年 說到這裡 原來冰島或者是維京人的歷史 多數都記載在三本不同的書 第一本就是 Book of Settlement 即是托方者之書 第二本就是 冰島人傳記 第三本就是 Saga 不是多很多 旁邊的Mississaga 通常我們會選擇 Saga 但這個真的叫Saga 記載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傳記 例如大藏傳 或寮齋字 寮齋當然是說鬼故 但是這個就是說不同的 Saga 好像當中有一萬多個角色 冰島其中一個博物館 就是用真人來去展現 當地的Saga 怎樣來去生活 他們為什麼離開 離鄉別井來到這裡 各方面 我們進去看看 那本書是怎樣 嘩,這裡很黑 這本當然不是原著 現在最老的那本書 就是Date back to 16幾幾年 已經17世紀了 這些文都不知道是什麼文 當然是冰島文 嘩,要不要這樣拜託 這樣一刻 如果要清楚Date back to 16幾年 就可以聽到 後面有人升上去 有一個椅子 挺有趣 有一個人 的 的 的 這個人 有一個人 我想每個人都等不及的